7月上工第一天,高雄市副市长林清荣前往奉松与奉承安居社会住宅进行公安联合机查 听完公务局与劳工局的简报后,副市长林清荣也针对推动公安精进新措施提到三个重点方向 市府要增加主动机查次数,也要求第一线施工人员都应参加公安讲席并配有职安卡 以及市府各项重大公共工程都要落实三级评管制度 市政府每一个礼拜本来是抽检只有两次提升成为平地三次 这个三次就是不定期的直接抽检 甚至礼拜六礼拜天你有施工我也一样会去抽检 凡是进入我职场里面的工地营建的营建工人 第一线作业人员,那么特别着重于应驾架设 那么特别着重于塔吊吊料,那么再来是高空作业 这三项的工人一定要有职安卡 你这个资产卡每半年一定要回训一次 凡是我公有的公共工程 包括捷运,那么包括水利局 包括国家住都中心等等 甚至是我的教育局的所有工地 都一定要落实三级评管 所谓的三级评管就是施工者 就是统炮商嘛,就是营造商 那他一定要自我签证 那第二个就是监造商,监造的这个建筑室 第三是我市政府的各该公务机关的 都要签证负责三级评管 如果一旦有维师,我就直接就找主管这个就开罚 对于目前凤松与凤城安居社宅工程进度超前 以及周边的凤山车站明年完工 副市长林清荣给予高度赞许 也提到高雄设斋发展1.5万户的目标实在必新 已经是超前到23% 那么也确定是731户 这分别为凤松跟凤城 和这两个基地,基地位置极为的良好 我相信以后一旦出手完成之后 完工是114年的 我们的三月就要全部完工 就要开始释放出来 对于人口一直成长的凤山是很大的作用 那么首先我要先说 我们现在市政府跟国家注册中心 跟营建署一起合作 目标是1.5万户 一定要在114年年底全部完工释放出来 那目前已经是盘点之后 完成了12,566户 都已经在进行施工跟工程作业之中 你都要清清 这个要喷油 这个要拜托拜托 副市长林清荣也与凤山区区长 要求工地积水处必须喷药防范登革热疫情 针对公安稽查林清荣也表示 市府与四大工会结合 希望在公司协力下 不再有公安意外事件发生 记者郑光佩和文宇高雄报道